大家好,我是Joseph 这段影片要介绍一条狗,非常厉害的狗 这条狗叫做Datadog 美股代号DDOG Datadog是近年新奇的一个云端监测平台 在这段影片Joseph就要介绍 Datadog的业务是什么 为什么会开始有云端监测平台这个产业呢 现在做软体业的大量依赖各种云端服务 但是大量用了云端服务之后 产生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软体服务运作正常 所以就需要有监控服务 除了监控以外 还需要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用的云端服务出了问题 这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解决问题 既然是云端监测服务 Datadog整合了许多云端服务的软体 在infrastructure上面呢 也有非常好的支援 Datadog用各种图示的方式呢 让管理者和开发者可以对软体的服务呢 一目了然 那Datadog呢 将自己的业务呢 分成三大块 Matrix Traces 以及Log方面 Matrix指的是各种指标 Traces呢 就是这些云端软体的一些痕迹 那Logs呢 就是云端软体的使用的一些记录 比如说这个图表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网路流动的状况 在这个图表可以看出来服务之间的关系 透过Datadog的平台 可以很容易看到关键数字 当发生了问题之后呢 相关的人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很快的收到讯息 除了监测的功能 Datadog现在还有及时的威胁分析 可以让软体服务提供者呢 在第一时间呢 发现这些问题呢 来解决这些潜在的威胁 Datadog还提供API与使用者浏览器的测试 让开发的速度加快 所谓的API就是软体之间的接口 在研发方面 Datadog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他们有machine learning的功能呢 所以透过机器学习的方式 来检测这些软体服务 是否出现异常的状况 在整合上Datadog做得非常成功 他整合了多种服务 而且在安装上面非常容易 在安装上面也非常容易 只要透过三个步骤 就可以安装好Datadog服务了 第一步选择你要整合的服务 以Amazon的AWS为例呢 只要在第二步呢 安装完Credential之后 第三步你就可以在报表里面看到了 你在这里可以修改你想要的报表形式 说完Datadog提供的服务 接下来就要看Datadog的股价表现了 在这个图上面你会看到两条线 上面那条线呢是Datadog的股价 从Datadog上市到2020年10月的时候呢 股价上涨了209% 相比大盘来说 从2019年的9月到2020年的10月呢 上涨的幅度大概是16% 所以Datadog在股价表现呢 远超出大盘 股价上涨了这么多 长期发展下去还会很好吗 我想这是很多人共同的疑问 如果你仔细看看Datadog 他们的定价策略 你不难发现Datadog服务计费方式呢 是依照log的数量 或是monitor的giga数呢 来计算的 也就是如果这些客户 他们发展的越好 那每一年要付给Datadog钱 就会逐步提高 Datadog在2020年8月的财报 也肯定这一点 他们的营收成长68% 既然说到营收成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些 Datadog的财务数字 在这个收入报表看下来 第一个有percentage的数字呢 就是营收的成长 从右到左 你会看到Datadog一直维持在高成长 最低都有60% 至于公司营运的效率呢 Joseph是用一个皮试分数来看的 账面是6分 唯一几个没得的 像是长债 没有发行新股 或是asset turnover 这个比例要提高呢 其实对Datadog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还是非常新的公司 所以他们还需要大量的资本 所以这两个数字不会降下去 但是在其他方面都非常好 对于像Datadog这种比较新的公司 Joseph还要用Ultimate Z分数呢 来看公司是不是有破产的可能 这个值呢是正的 表示公司破产的可能性非常低 从公司的现金流来看 在报表里面第一行黑字 Cashfront Operations 你会看到由右向左 这个他们的从营运来的现金呢 逐步提高 在下面自由现金的方式呢 你会看到已经融赋翻证了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所以从前面这些财务数字来看呢 Datadog的财务呢非常健康 那Datadog还能不能投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要先看一下Datadog有什么样的潜在风险 第一个风险 也就是比较明显的风险呢 就是Datadog上市的时间太短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 公司长时间的经营绩效如何 第二个风险 也是非常多新创公司 在初期都会有的现象呢 就是他们一开始的营运 是赔钱不赚钱的 虽然公司现在的营运现金流 以及自由现金流呢 都已经转正了 但还要继续观察下去 这是个短期或是长期的现象 第三个潜在风险呢 就是公司是否能够维持 高速开发客户的速度 让自己的营运现金流呢 能够持续提高 公司过去几年的营收成长 都在60% 70%以上 公司能不能继续维持这个趋势呢 还得继续观察下去 第四个潜在风险呢 就是客户流失的风险 目前营收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但是公司如果没有继续维持 开发的话呢 会不会到时候流失了客户 或是可能出现新的竞争者 那出现客户流失的情况 Datatog在市场上并不是独一无二 没有竞争者的 相反的已经有不少 像类似Datatog服务的上市公司 那未来这些老公司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来应付Datatog成长呢 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这也是接下来要继续观察的重点 说完财报以及潜在的风险呢 那我们来看看Datog的近期发展 Datatog在9月底公布了他们跟Microsoft微软进行策略联盟 让Datatog来监测Microsoft的云端服务呢 更加容易一点 当这样的消息出来 市场有非常正面的回应 Datatog在近期大涨了不少 接下来就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 Datatog究竟可不可以买 什么价位是非常合理的呢 其实给这种高速成长股进行估值 是一件非常困难 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公司可能因为一个功能突破呢 它的成长呢可能就会翻倍 所以给这种公司估值呢 常常会限制自己的价位 可能会太早就把这个公司卖了 或是看到公司的这个PE过高 股价过高呢而不敢入手 Datatog因为公司较新 所以比较少金融机构针对Datatog呢 进行分析 在仅有的分析里面呢 Datatog的价位呢 通常最高的也在115 通常在90到110这个区间 那Datatog现在的股价已经是111了 所以已经相当于超过大部分分析师所推荐的价位了 你可以看到在2020年10月9号 Datatog收盘的时候呢 是收在111.79 比方看的这些价位呢都高了不少 那Datatog到底能不能买呢 Joseph手上已经有Datatog的股票 还有选择权了 如果要再加码的话呢 Joseph呢会看这些关键点 在这个Resistance呢 这一个下一个是114呢 看来应该很快就可以突破了 再下一个点呢是127 所以Joseph的做法呢 可能会买一个比较长期的Auto Money Call 大概买在120到130左右 那至于时间呢 到时候就要看选择权的价格来说了 用这种方式呢是以小博大 可以用比较少的本金呢 来博取它以后的成长 这种方式呢 在下跌的时候呢 风险也不会那么大 这一段影片 Joseph介绍了Datatog这家公司的一些特色 它的财务数字 以及进行了风险分析 这段影片呢不作为邀约或是购买的建议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请不要大家看了影片呢 就直接入手Datatog 你必须做好自己的分析 特别是如果你用选择权的话呢 请不要直接跟单 你要做好自己进场出场的计划 控管好自己的风险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喜欢Joseph介绍这些成长股的影片的话 请在这影片的下方留言 或是按like让Joseph知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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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